Layu聊世紀TNT的國星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大陸P圖人對上波斯人 這好比賽是TNT的RF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大約絕點中方向的波斯人 波斯人的特色是他承認中心的工作效率非常快速 不管你是要研發支部技術、走推車、輪軸、地龍事態或是村民 所有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 波斯人他的遊俠路線是沒有的 但是他是有薩瓦爾的 非常特別的騎兵遊俠單位 造價升級的時候比遊俠還要更便宜 但是血量少15滴血 但是他的攻擊速度更快一些 跟遊俠互打的時候他會引個一刀險勝遊俠 他的薩瓦爾騎兵是遠防比較高 而且打著工兵單位有額外增上效果 所以薩瓦爾是一個比較針對工兵單位比較會有用的效果 波斯人是一個很特殊的馬國文明 他不管是有大洛馬、遊俠還是重裝駱駝都有的 同時要存在這兩個東西或是三個騎兵路線是比較稀少的 波斯人他的問題是他的步兵單位只有長劍兵 電勇時代並沒有劍勇 但是後期他有波斯工兵 可以讓工兵不需要黃金就可以製造出來 所以後期的波斯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後期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那後期的馬國路線是稍微弱離一點 沒有這個三級色 但是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安息人戰術 後期有火箱可以做後排輸出 那地勇時代比較常看到的是還是這個級兵 作為主要的前排近戰輸出 後期有火炮也可以使用 而且有大同車缺點是沒有工程師工程師甚至生旅科技 是遊戲裡面數一數二爛的文明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首YO選擇的是達洛P圖 那達洛P圖的這個文明相當尷尬 雖然他生時代史會給200木頭 這兩個200木頭給的加成是非常多的 那他的騎兵路線是西地國裡面最爛的騎兵文明 他沒有品種也沒有跟蹤技術 也沒有三級的馬凱甚至也沒有大陸馬 好整體可以說是一個殘到不行 那他的工兵路線呢是只有強奴 這個金銳隊相公還有戰毛兵 這三個作為主力 當然火槍兵也是可以 他的工兵路線是比較全面一點 但是他的相公並沒有安息人戰術 那他的步兵路線是他的真正的主力 工兵路線跟步兵都是主力 他的步兵路線是有烏之鋼科技的關係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跟槍兵 獲得無視敵方的鎧甲進行傷害攻擊的特性 所謂的穿甲槍 那烏之鋼科技在他讓後期保兵單位 這個邊界兵也能吃得到 所以這個viper就會覺得說 烏之鋼加上達羅匹圖邊界兵等於無敵 邊界兵地下打下去的時候 還有擴散傷害效果 所以他覺得最強的單位 是烏之鋼的邊界兵 viper大概半年前 是這樣認為還是一年前 有點歷史了 那達羅匹圖他的大象路線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主要還是走相公路線 因為他的相公跟戰毛兵都有攻速加成 而且還有這個醫療隊 可以讓這個大象自動回血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項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選擇打法 繼續講一下烏之鋼科技 有人會說烏之鋼科技對於步兵才有用 但其實他的騎兵路線也是可以的 雖然七騎兵他沒有三級馬卡 也沒有跟蹤技術跟品種 但是他的輕騎兵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打下也是11點傷害 那11點傷害在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時候 即使肉馬打對方的遊俠 這個薩瓦爾 這個打的速度也是很快 只要砍個大概17刀 不用17刀 16刀左右也是砍11隻遊俠 所以肉馬過多的情況下也是可以做出一番輸出的 當然他的體質是比較差的就是了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兩邊封建斯帶都升上去 現在YO跟對手兩邊不間斷討論當中 看不太懂 有請我們的觀眾們幫我們翻譯一下 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話 好 然後接下來看到YO點下一龍一幕 波斯人點下一擊拔木跟輪軸技術 現在正面的部分也已經開始慢慢圍好了 波斯人正面是想要打個偏農 正面圍死上面開放的路線 那YO這邊呢是上去之後直接撒農田 甚至連這個射箭廠馬舟都不蓋 走的就是一個偷智 先偷一波再說 而且是雙髮牧場經濟超好 家裡完全沒有圍 看到對方落馬開局 就想透過經濟 後面補了一個兵工廠 這邊稍微敲一下 兵工廠可以蓋好 兵工廠蓋好之後 要轉射箭廠嗎 還是要轉個馬舟呢 WP2的開局還是比較適合工兵開局的 OK 那果然選擇了工兵 因為他封建時代 毛兵也是有這個 攻速加成的 所以這個槍矛前鴨也適合WP2 那他封建時也會獲得200木頭 那YO用這個200木頭 直接撒下了大片農田 這邊可以看到經濟的部分 YO的吃肉是有17個人在吃 非常的多 那這邊農田再繼續撒一些 當兵過來擋 直接把這些肉麻出到頭破血流 還是挖黃金的 挖黃金之後就可以轉工兵 那邊可能也不會去點一級射 因為這邊要直接升城堡時代了 YOW這邊的流程相當迅速 肉麻跟槍兵都沒有做到任何的事情 YOW補了一個市集 待會也可以做買賣 但現在還是要趕快把這個黃金 挖一下 現在黃金只差一點點 差220黃金就可以點了 OK 點下城堡時代2分半時間 波斯人這邊還沒有點下 YOW這邊這個打法 真的是偷到一個物形 好 那波斯人 開始把自己家裡給圍起來 圍的方法是超級大圍 把自己家圍的有點 圍起扭吧 沒有辦法 這個地形就是這麼的差 好 那波斯人現在經濟呢 是暫時沒有落後太多的 只大概落後200資源 由於自己還是有工作效率的加成 村民術是相當領先的 這也是波斯人的經濟優勢 村民術領先自然就不會那麼的慌了 一開始也很喜歡玩波斯人 自從波斯練到不斷村之後 玩其他文明也不會斷村 所以波斯是非常適合新手去玩的一個文明 可以訓練自己的基本功 當你有基本功之後 玩世紀帝國才會有遊戲體驗 不然玩的都是玩模擬程式 不知道在玩什麼 好 那現在大陸拼圖點下了二級農 二級木 現在3TC 直接補了喔 4TC 波斯直接走一個巨農的路線 波斯這邊是正常的 開農上去 轉了雙馬就 要來轉奇兵 壓制的打法 那波斯4TC上去 一開始會非常缺肉的關係 現在還是要先撒農田 修道院喔 第一時間還是有先補下去 作為防守 這算是一個YO的防守細節 那五個人挖石頭 待會出來的臭屏會繼續補石頭嗎 還是會補木頭呢 好 繼續補石頭 只能想要靠城堡做個防守 這裡中間補一個 城堡 或是在下面補一個城堡 都可以考慮 或是這裡也補一個 或是正面補也行 不在這個位置或這個位置 不管怎麼說 先挖石頭出來 都是比較 算是小心翼翼的 好 這邊 磁石數量有點多 看到這部的騷擾 能不能做到點事情 好 六隻騎士過來 生女第一時間有招到嗎 欸 怎麼再進入CD時間 生女現在暫時沒事 趕快收到TC裡面做防守 說明死了一階 但是還好 現在臭門說還是領先 4TC開農的優勢實在是很巨大 現在波士人在前面補了一個工程7製造所 想要前壓 但是先補了一個修道院 後面騎士到處彈了 波士知道你開農 那我就要要你命 不跟我交流 那我就硬強制跟你跟我交流 哪一種交流不好說 好 現在生女要放出來嗎 已經CD好了吧 可以招搶騎士了 這裡面的生女 有想到 放出來 招搶一下 騎士叛變 現在WP圖家裡要守住 最好的辦法 就是轉槍兵跟生女 然後3TC繼續農 但這個重點呢 是要補下更多的農田 才有可能維持自己4TC的運轉 所以可以看到 YO的城鎮中心的閒置 來到了6分鐘 我覺得4TC是有點過分 好 那這邊趕快補一下城堡 決定補在城堡外圍的位置 這個位置 優點是在於 對方的工程7製造所過來的話 要繞過這根城堡 只能進攻正面的位置 那如果補這個位置的話 你的TC 可能還是會被工程7製造所投車給壓制住了 所以這根城堡算是蓋得非常好 右邊這邊要再補一下 完蛋 村民過去採住 oh shit 丟了進來 騎士開始爆砍 這根城堡應該是能蓋好 但是要損失一些村民 趕快收村 這邊有點驚險 好 現在城堡蓋好之後 這根城堡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村民想要出來回去城鎮中心補傷害 結果一出來直接被砍死 哎呀有點虧有點虧 但是波斯人這邊 還是 落後的 好 這邊是雙 雙馬就壓制 連TC都不開 直接捨棄了波斯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的優點 波斯這邊的想法是喔 至少用騎士喔 先抓掉一些村民喔 待會再晚點開城鎮中心的一個策略打法 這也算是屍體力國的一個標準的攻略 對方開農 你落後 你落後就要出兵打 你沒打死他 就你要被打死了 哪時候回農呢 通常是有抓到一波大碗的 那如果是我的話 剛剛那波騎士收進去 大概抓了十村左右了 我就想要開TC了 但是波斯這裡是沒有打算開TC的 反正再來就補了一個馬就 這一點我覺得有點 不太好 這就意味著 你只是要all in一波 沒帶走對手自己就投 這就意味著 YO用這個打法 就好像已經宣告勝利了 好像不用打後期了 基本上 你要打死對手也很不容易喔 畢竟對方也是那個YO呢 好現在YO點下了手推測 三級射 二分三級射 這個彈道水點下 現在要準備拚帝王時代了 波斯這邊還在努力爆騎士 十三隻騎士 這個數量非常多 甚至搭配衝車 想要一波帶走YO 要看一下這一波騎士配衝車 能不能順利的讓YO的城堡給邪弱呢 這邊直接把代理給維持 後面口子車開始反擊衝車 衝車現在暫時沒事 後方也有些少量騎士在騷擾 現在YO現在四處著火 這位POSE的玩家也是打得非常不錯 多身進攻確實是一個好策略 那後面YO也補了功能七招手 已經預防住對方的衝車過來壓制的打法 已經預判到你想要幹嘛了 直接投車開閘 必用時代稍微買賣一下木頭就可以點下 但現在YO並沒有打算要去賣掉木頭 反而是專心的再進行防塵 守成戰 這個守成戰打得還不錯 但是上方的聰明還是被抓掉了一些 後方的僧侶要趕快去做招搶才行 後面的僧侶趕快拉出來 但是還是順利守住了 現在這一波的工程宣告失敗 YO的守成已經勝利了 正常來說POSE在這裡應該是可以投降了 面對4TC KANON的YO 基本上後期要打贏了不太可能 但是他由於自己還有14隻的騎士 他覺得這17騎士沒有送掉之前都還有可能做到一番事情 那確實是如此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但不多 因為YO家裡還是有僧侶喔 結果這裡好像沒有回來 好像毒奶成功了嗎 YO好像要出事囉 這一波騎士雖然有點多 家裡也沒有槍兵 是不是有點小看對手了呢 這一次被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甚至黃金礦也被砍了進去 村民死傷來到戰士時 或是又有機會了 我的天 YO居然後面沒有補均勻 正常來說後面要補個均勻喔 然後轉個槍兵出來才行 哇這一波時傷來到46村 YO開局35分鐘 直接死了50村 第一隻臭名都沒殺掉 這是個勸勢影片嗎 大家不要隨意的開示PC啊 啊 即使對手的分數比你還要差 可能差了一些也不要輕敵阿 開示PC真的是過分阿 東西又沒有城堡 對不對 人家騎C進來 直接把你打到頭破血了 好這裡村民直接手撕這根 奧翁車 最後收掉 來不及收撕還是被砍死 現在YO有點經濟殺烈 村民處只剩下77村 波斯這波還是順利了 這個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時候其實就可以偷偷去開TC了 但是這裡沒有石頭 也沒有打算要買 而是又補了一個新的伐木場而已 現在YO 經濟雖然有點炸裂 但是資源上來說還是領先的 好 電用時代以上 要轉手兵呢 邊劍兵如何 邊劍兵打騎士 其實效果也還可以喔 報價來說也不是那麼的差勁 好 趕快把這個衝車給打掉 剩下一隻騎士了 應該死傷術應該會下降很多 趕快再修理一下 喔 這邊可以直接進駐喔 好 左邊的衝車又來了 但是這次並沒有投石車的幫忙 大陸P圖只能靠自己的聰明之力 趕快去按邊劍兵出來防守才醒了 這一波騎士衝鋒有機會嗎 好 或是這邊 村民 一直在追殺當中 衝車應該是有機會拿下 村民趕快蓋城堡 把城堡的血量繼續拉回來 這一波的衝車工程 有點吃力 好 順利拿下一台衝車 好 喔呦 這邊守住了 這邊暫時好像又沒有問題了 這一波這個城堡又被YO給守住了 右邊趕快再圍 公車一台一台的倒下了 好 右側進攻要再想一下 要怎麼進攻才行 這裡有一個路線 YO並沒有馬上補下邊劍兵 反而是繼續用城堡做防守而已 這個TC要找個機會修理一下 好 中間這個TC已經瘦村收了七七四十九天 已經忘記中間的TC的村民存在 並沒有把村民放出來種田 YO這邊支援量已經被對手給反超 因為瘦村收太久了 好 右邊也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現在三柱鄉策略 開始了 在家裡插了三柱鄉 就是要為自己上鄉 看能不能守住 大家的土地呢 有個三柱鄉策略 其實是蠻好用的 OK 那現在 彈道雪野斧了 已有三級射 城堡的防禦效果 已經拉到了最滿了 那接下來 我要又是把這個經濟蓄起來的話 就有機會把波斯給打倒 波斯這邊最大的問題 是沒有轉出TC 而是一波流的打法 以前 HEROR 就是大概三年前 四年前的HEROR 他最喜歡的打法就是這種 一波打死你 沒有打死你 那就是我兵出的不夠多的問題 一直一直一直A 一直A 那現在的職業宣什麼 打這個防守反擊 還是比較多一點的 比較穩定 也可以看到職業賽場當中 每一個職業宣傳都是打防守反擊 G多 好這邊想要圍起來 把騎士圍起來 有機會喔 哇這一波沒辦法 右邊的防止忘記要補 YO想要秀一波 結果反被對手秀了一下 右邊騎士衝了進來 直接被城堡撒到頭破血流 但是聰明也是頭破血流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YO殺了一村 但是對手殺了77村 這場比賽 YO被砍了超過 要80村了 80 天 好現在化學補下 復兵也點下了 這個村民開始蓋起採礦樓梯 哇 這些村民太慘了 這個是 全民皆兵 用村民當軍隊 結果沒有辦法保護好人民 戰爭受傷的總是人民 村民術已經死掉了107村了 太慘烈了太慘烈了 右邊的TC也被拿下 正面的村民也被抓掉 YO這一波還能打嗎 感覺是行的 只是有點慘烈而已 好投資車這邊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最好事 感覺有點危險 投資車又要被抓掉了 還是沒有兵力 YO這邊一支兵力都沒有出 投資車不算的話 城堡時代只靠村民跟城堡還有TC 知道是他們開局時已經講好了嗎 這一把YO請別出兵 有沒有可能的 那如果不出兵的話要怎麼打 這是個問題 好這一次看到投資車被解掉 投資人這邊在嘗試繼續攻城 大方的村民又在抓到大量 哇這一波騎士又做到了很多事情 火石沒有打算要放出去繼續進攻 還在用騎士倒數亂砍 5YO的村數死傷來到了126村 這個急殺數對比 現在YO是1比130了嗎 哇要130了 我的天 這波YO打得好辛苦啊 這真的還能打嗎 感覺是還行喔 和村民數一直差不多 而且現在波士支援也反超了YO 現在各方面都有進展 現在波士的村民數也慢慢拉起來 但是一直沒有開TC的關係喔 村民數的領先幅度並不大 甚至沒有反超機會 在軍事肯定是嘎嘎好的 OK這邊轉出了 編劍兵終於受不了了 要轉兵了 編劍兵的血量初始有15滴血 還算是可以的數量 按到點了精銳之後 血量也是不滿80滴血的 跟一般的 劍兵來說還是稍微差了一些 但是傷害者是比一般的劍兵還要再更好 防護力來說的話也是不如 這個劍兵勇士了 編劍兵勇士還有這個軟甲技術可以研發 但是只要被編劍兵摸到一下 絕對是會炸裂疼痛 好三級的軟甲技術也點下了 好編劍兵直接正命扛 現在還沒有烏之鋼 好高強騎士 這裡雙寶防守 效果很不錯 騎士直接蒸發 土石車火了下來 好 YO開始轉邊劍兵了 波斯這邊進攻好像有點停滯 這邊是從後面想要進攻後方的城堡 想要讓這個花境的村民 沒有辦法繼續正常挖掘 好但正面的黃金反而是守不住了 好後面直接大量的騎士直接過來守屍 但是有這個 定射口的關係 所以現在城堡下方騎士還是會被射到 騎士數量下降有點快 好這邊騎士看到你挖金礦受不了了 趕快來抓 哇哇哇哇這邊是怎樣 怎麼點下刺網技術 達魯匹圖阿拉伯捕魚 哇補了一個碼頭 開始捕魚了 哈哈哈哈 這個以前 VIPER很常做這種事情 在阿拉伯捕魚 沒想到 YO這邊也開始阿拉伯捕魚了 OK 好這邊趕快用邊這邊打下 那達魯匹圖的捕魚效率也是很好的 雖然沒有像日本的效率是直接提升 但是他的魚船裝肉的數量是兩倍 所以在阿拉伯捕魚算是一個偷食部的開農 點刺網是真的過分 好現在經濟非常好 現在三攻也要好了 邊劍兵也準備提升上去吧 整個精銳如何呢 還是要先點個烏茲鋼 三級攻呢 好可以看到這個邊劍兵了 第一刀下去有22點傷害阿 哇跟這個莫娜10%傷害是一樣的 但是這還不是他完全體阿 他完全體第一下會更痛 好現在波斯還在努力爆兵 TC繼續 單TC運作 不明還是有點落後的 好這邊再次嘗試攻城 邊劍兵已經來到了10加17 好精銳邊劍兵喔基礎傷害是10點 額外增傷再加3點傷害 好烏茲鋼再加上 三級攻 邊劍兵的效果很不錯 直接邊掉了一堆騎士 OK烏茲鋼一毫打騎士的傷害直接突破天際阿 哇這個傷害好猛好猛 哇這個衝車跟紫狐做的一樣 每一下都是15點 哇這不衝這不衝 哇衝車直接拿下 OK現在邊劍兵已經完全成型了 直鋼三攻三防都有 當然來到了最後的10加19點的傷害了 太可怕了 不然歐 你的傷害實在是太無情了 好邊劍兵一邊直接炸裂 這個邊劍兵還能打嗎 攻擊10加4 好所以這額外增傷是加15點的傷害 OK血量65滴血 那現在要打贏邊劍兵最好的辦法 就是轉火槍喔 不然就是轉馬弓 用森鋁著想的話其實不切實際 有點在招想爪道的感覺一樣 好邊劍兵開始編了 這個爆炸傷害 這個騎士血量掉的很快 我的天邊劍兵開始打出自己的身價 波羅斯後面獅子生女 排在後面只能四次發抖 再繼續努力招想當中 但是騎士有點坷不成軍 畢竟騎士的招架比WP2邊劍兵還要再更貴 完蛋了打不贏正面 波羅斯大難臨頭了 唉唷村民被殺了160村 最後在這個時間點 開始慢慢反擊回去了 波羅斯沒有帝王 城堡應出騎士 正是慢性死亡 好終於正面打不贏了 才要開TC 真的是更沒有機會了 OK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OK最後YO雖然被砍掉了162村 對方出了190隻的騎士 這個數量也是蠻扯的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YO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黃金輸了1萬 但是卻是贏下了比賽 邊劍兵還是挺好用的 打了個正面對決的話 好啦 那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想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大家看看 再見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